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 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不是事必要你說 但你所說的話我們將會記錄 將來有可能會成為指證你的呈堂證供 這句說話我相信大家一定不會陌生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這句說話是源自於哪裏 前幾集有朋友提議 叫我可否講一下判例 忽然之間撩起了一個批癮 今集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Miranda Warning 也就是米蘭達警告 這個規則其實是警察出問疑犯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程序規則 也是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 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的延伸應用 這個規則是源自於1966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作出的一個很著名的判例 Miranda v Arizona 米蘭達蘇阿里桑拿從此之後 控方如果違反了這個規則 他得回來的口供就會被法庭認定為無效 這個規則有幾個具體的要求 第一就是在激壓詢問支持 而反必需要被告知四點相關的內容 第一你有權保持沉默 第二你所說的任何事情都將會 並且能夠被用作在法庭上面 反對你的證據 三 詢問的時候 你有權請一名律師在場 四 如果你請不起律師 我們可以為你免費指定一名律師 有些細節是要跟大家交代的 例如第一段 你有權保持沉默 那怎樣叫沉默呢? 是不是只是口頭沉默呢? 我迫你拿石手來寫可以嗎? 是不行的 是包括書面的意見 就連額頭等等的表示方式 亦都包括在內 而就算在詢問的過程中 疑犯他願意開口說話 但是你並不能夠 因此就解讀他放棄了 他沉默的權利了 他講話了 是不行的 他講話 是沒有問題的 他可以講話的 第二點 疑犯所說的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會在法庭上面 成為反對他的證據 這句話裡面 既包含疑犯他所作的 可能會導致 自我歸罪的任何承認 亦都包括 他對他人的一些指控 例如如果疑犯 跟警察說 我以下所說的這些 是不算數的 你不要記下它 如果他有說過類似的話 這就代表 其實這個疑犯 他並未真正了解 米蘭大規則 他是真正的含意 第三段 疑犯 享有詢問的時候 律師在場的權利 這句話 意味著一旦疑犯 他要求我要請律師 警察就不可以繼續詢問 在詢問的時候 只是提供律師其實是不夠的 疑犯的權利 必須得到真正的實現 這時候 警察便會面臨兩種選擇 要是你提供律師給他 要是你停止詢問 在沒有提供律師的情況下 進行詢問 就是侵犯了疑犯的正當權利 第四段 如果疑犯請不起律師 那你是應該為他 免費指定一名律師 為什麼會有這個規則呢 是因為 美國的法律希望 疑犯知道 就算他沒有錢 也不會影響 他的詢問的時候 律師在場的權利 而警察並沒有調查 這個疑犯 他的經濟狀況的義務 所以一旦 這個疑犯提出要請律師 那麼警察 他的詢問就必須要停止 所以Mirenda Warning 一般來說 他會採取書面的形式 但是警察 是應該用一些通俗 而且是一個疑犯 他能夠明白的語言 去解釋給他聽 如果他不理解 那你其實錄的口供 其實是沒有用的 或者說這個口供 可能在法庭裏面 就會被刪散 OK 當我們對這個規則 有一定的了解之後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創立了這個 這麼劃時代意義的 Mirenda Warning 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我簡介一下案情 Mirenda Rees Arizona 聯邦最高法院 1966年 有一個18歲的受害者 她叫做Barbara Johnson 她是Arizona州首府 Fenix的一個女銷售士 1963年3月2日 Barbara下班後 就走去搭巴士 但竟然被一個男子 把她抓進她的車 這個男子綁綁著Barbara的四肢 把她車到城郊 並且強姦了她 之後又開車把她送到街上 叫Barbara下車 還要Barbara幫她祈禱 當警察接到Barbara的報案之後 根據她的描述 警方就把Ernesto Mirenda列為疑犯 去到3月13日 警方在Mirenda的家裡 拉了她 然後把她送到Fenix的警察局裡面 之後就找了Barbara過來認人 Barbara就說 就是Mirenda對她實施了強姦 之後Mirenda被送往偵查處的第二詢問室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詢問 Mirenda簽署了一份書面的陳述 承認自己有強姦的行為 而在陳述的頂部 有一段事先print出來的說話 是用來表明一份口供是她自願作出的 並沒有受到任何威脅 而且她已經充分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 理解她現在所作的任何陳述 都將會作為反對自己的證據 但Mirenda並沒有被告知她享有請律師的權利 而最後Arizona州的法院認定 Mirenda她的綁架罪和強姦罪名成立 分別判處20年和30年的監禁 同期執行 Mirenda不服判決 於是向Arizona的最高法院上訴 她聲稱自己是接受警察詢問時 並不知道自己享有會見律師的權利 也不知道自己對警察所說的說話 會被用作定罪的依據 所以她才違背自己的良心 承認自己有罪 但州的最高法院認為 Mirenda從始至終都沒有提出過 說自己要請律師的要求 而警方在獲取Mirenda的口供時 並沒有侵犯她的憲法權利 所以Arizona州的最高法院裁定維持原判 Mirenda仍然覺得不服 一直上訴到聯邦的最高法院 以上就是大致上的案情 我們一起看看究竟這件事的爭議點在哪 主要其實有兩個具爭議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警察在審訊疑犯之前 應該告知他們享有哪些權利 第二,如果警察並沒有告知疑犯這些權利 那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在1966年6月13日 當時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Warren 即是我偶掌 他負責主持這件事的庭審 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也一起參加 最後就以5比4的比例通過了由Warren執筆 針對Mirenda上訴請求的裁決意見 以下就是Warren大法官他的論證 那我就將他的原文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擺放在我們面前的這幾個案件 括弧 Mirenda v Arizona Wickner v New York Westover v United States 以及California v Steele 這四個案件都涉及到美國刑事司法的根基問題 也就是說整個社會在指控犯罪方面 必須與聯邦憲法保持一致 更具體來說 我們要處理的是 在激壓狀態之下 警察所得的陳述他的可接受性問題 以及為了確保被告反對強迫自政其罪的權利 而實現的提供程序保障的必要性問題 就像1964年 Excovito v Illinois 這件案件所表明的 我們今日的主張並不是創舉 而只是適用在其他情況下 已經被長期供應和運用的原則 在Excovino的案件中 我們解釋了憲法所包含的兩個基本權利 即是 一 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 都不得被強迫作為反對自己的證人 二 被告人擁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經過對Excovito這件案的裁決審查 我們再一次對這件案所包含的原則予以確認 我們的主張是 如果能表明沒有採取有效的程序措施 為被告人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提供保障 這樣對被告人激壓性訊問所得到的 任何有罪或無罪的陳述 控方都不可使用 在這裏 我們所說的激壓性訊問 是指一個人在被拘留 或被採取其他任何實質性的方式 剝奪行動自由之後 執法官員所進行的訊問 由程序性保障來說 下列的措施是必須的 一 在任何詢問之前 應該告知被審訊的人 他有權保持沉默 二 他所作的任何陳述 可能會用作為反對他的證據 三 他擁有律師在場的權利 被告人可以放棄這些權利 只要這種放棄是自願、明智和理智 這樣就可以 但如果被告人以任何方式 或訴訊的任何階段表明 在回答問題之前 希望和一名律師會見 那所有的詢問便應當停止 四 同樣 如果被告人以任何方式表明 他不希望被詢問 那麼警察便不可以提問 被告回答了一些問題 或者自願性感作出某些陳述的事實 並不能作為剝奪他 拒絕回答進一步陳述的權利 今天我們討論的每一個案件 都涉及的憲法爭議是 當被告人處於被激壓的狀態 或者採取其他性質的方式 被剝奪行動自由的時候 詢問所得的證言他的可接受性問題 每一宗案件中的被告 都被困在和外界隔著的房間中 接受警官、偵探 或者是控方律師的詢問 而且每一個被告在詢問開始的時候 都並沒有被充分有效地告知他的權利 這幾宗案件都是通過詢問 而獲得被告的口頭自白 而其中的三宗案件 還要求被告在上面簽名 所有的這些口供 在審判之中都得到法院的承認 所以這四宗案件 共同具有的特出特徵就是 在警察主導的外界隔著的環境中 審訊被告 導致被告在沒有充分了解到 自己有憲法權利的情況下 作出自我歸罪的陳述 我們再次強調的是 現代激壓詢問的實踐 傾向於心理而不是肉體 秘密詢問仍然不斷在發生 我們難以了解詢問室內發生的事情 但警察手冊內詳細記載了詢問的方法 我們可以據此獲得有價值的訊息來源 手冊介紹了很多詢問的技巧和策略 其實他的實質在於孤立被詢問的人 挫敗他的抵抗意志 令到他的心理失衡 當警察採用正常的程序 達不到所有結果的時候 就可能會提供錯誤的法律建議等等 這些欺騙的手段 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製造了這種有罪氣氛之後 警察經常都會勸說 有道或是控騙被告 放棄他憲法上的權利 以上述這種手段的詢問 就算並沒有採取明顯的暴力手段 但是就利用了被告的弱者地位 損害了被告的利益 今天放在我們面前的這幾宗案件 要求我們考慮的主要是 這一種審訊的氣氛 以及它帶來的消極影響 Mirenda一案中 警察逮捕了被告之後 將她帶去一個特殊的審訊室 用以獲取她的口供 從傳統的觀念上來看 這些案件中 被告的陳述可能不是非自願的 但當然我們對充分保障權利的真實性 以及第五修正案的關注度並沒有減少 每一宗案件中的被告都被投入一個陌生的環境 接受警察強制性的詢問 各個中所包含的一些潛在性的強迫因素很明顯 例如在Mirenda這案件中 被告人是一個貧窮的墨西哥人 她就受到警察聲稱的性幻想的嚴重干擾 就算這些法庭文件表明 並不存在明顯身體強制或換籠 但的確也並沒有任何一宗案件表明 警察採取了適當的措施 來保證被告人的陳述 是自由選擇的產物 很明顯 創造一種這樣的審訊氛圍 她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征服被審訊人的意志 這種氛圍本身包含著脅迫的意味 準確來說 這並不是肉體上的威脅 但她對人的尊嚴來說 是具有同等的破壞力 當前這種隔離審訊的實踐 破壞了我們國家最值得真實的原則之一 就是不可以強迫某一個人自證其罪 如果不採取保護措施 容易消除這種激壓環境之中 所包含的潛在的強制因素 由此而獲得被告人的任何陳述 都不會真正是她自由選擇的產物 通過前面的分析 我們很容易發現 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和警察基亞性詢問之間 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繫 有必要追溯到 反對自我歸罪條款的歷史 和相關判例 用來決定她的正確職用 我們還可以認為 這一項特權的歷史發展 能夠被視為政府權利 和市民的權利之間的 正當範圍的探索 一個高貴的原則 經常都會超出她的原始含義 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 亦當然被公認為是個人的實質性權利之一 成為一項私人的獨特權利 指導個人的生活 這個權利是我們民主的象徵 最近我們已經指出 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是我們對抗制訴訟的必要之處 去建立於複雜的價值基礎之上 所有的這些政策 指向一個最重要的思想 就是憲法性基礎之上的這個特權 是為了尊重政府、州或聯邦 必須保護其公民的尊嚴和團結 為了保持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合理均衡 就要要求政府必須肩負起 保護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的全部責任 我們的對抗性刑事司法體制 要求政府應該通過自己的獨立勞動 來獲得懲罰某人的證據 而不能借用殘酷、強迫的手段套取口供 總之只有當一個人的權利受到保障 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如果他選擇不說話的話 那他就可以保持沉默 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 才能夠得到實言 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 包含的所有原則 亦都適用於執法官在機壓審訊之中 所利用的一切非正式的強制程序 一個人脫離熟悉的環境 被警察丟入機壓場所 處於充滿敵意的氛圍之中 接受警察的各種方式的詢問 難免會被強迫開口說話 作為一個實踐上的問題 被刑事控告的人 在隔絕的警察局裡 被強制開口說話的強迫程度 要大於在法院審判 或其他官員進行的偵查之中的強制性 因為在後者的這些場合裡 通常都會有中立的第三者 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防止、脅迫或欺騙的發生 毫無疑問 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特權適用範圍 不僅限於刑事法院的訴訟程序 只要一個人的行動自由 受到限制 並且被強迫自我歸罪 第五修正案都應該適用 我們已得出的結論表明 如果一個人涉嫌犯罪或被指控犯罪 只要對他的機壓詢問 沒有正當的程序保障 那就必然意味著被告人 被施加強迫的壓力 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而且必須開口說話 為了排除這些壓力 並且保障被告有充分的機會 去主張反對自己自我歸罪的特權 被告人必須被充分 有效地告知他的權利 而且行使這些權利 必須得到充分的授權 我們不能預測 為了保障這項特權 所可能採取的替代性方式 他本來可以由國會或各州 在行使規則創制權的過程中 加以設計 但我們不能說 憲法必須要為了解決 目前的審訊過程 強制性的問題 而採取特定的措施 我們的決定 不是為了創造一個憲法性的約束 也不是試圖要出現這樣的效果 因為這樣會阻止改革之中的正當努力 我們鼓勵國會和各州 在提高刑事法律效率的同時 繼續增加各種保護個人權利的方式 如果我們不能採取其他有效的程序 來告知被告 享有沉默權 並且有充分的機會 行使這項權利 那麼下列的這些保障措施 便必須要被遵守 從一開始 如果某人被拘留並且被詢問 那麼他必須首先被清楚 毫不含糊的語言告知 他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對那些不知道這一項特權的人來說 告知是必須的 只是為了令他們了解自己的權利 並且在這個基礎上作出明智的決定 這一項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同一時間更為重要的是 在克服審訊氛圍存在的內在壓力方面 沉默權的告知也是一項必須的前提條件 如果審訊者告知沉默權 本身表明當被告 選擇行使反對自我規罪的特權的時候 審訊者會認可這項權利 而如果不告知沉默權 那麼審訊者通常都會明示或默示 在被告作出公述之前 詢問將會繼續進行 或者面對指控保持沉默 會在陪審團面前產生不良的後果 而這些做法都會令到無辜的人蒙受怨惑 在沒有被告知的情況下 我們考察被告是否知道他的權利 應該綜合地考量被告的年齡 受教育狀況、智力發育程度 擁有的知識和前期和當局接觸的情況等等 第五修正案的特權 對我們的憲法體制來說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所以我們應該堅持沉默權的告知 而且不管被詢問的人他的背景如何 詢問的時候 告知的權利 對克服詢問所帶來的壓力 和確保被告能夠自由地行使這項權利 是必不可小的 當然在告知保持沉默的權利的時候 同樣也應該去解釋 如果不保持沉默 那麼他所說的任何話都將會有可能 並且能夠被用在法庭上反對自己的證據 不僅要令被告知道這項權利 而且要他了解放棄這個權利的後果是甚麼 被告只有在全面地理解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才能夠明智地去行使這項特權 只有當全面告知沉默權 才能夠被告他清楚地意識到 他處於對抗制的訴訟之中 他不能只是為個人的利益行使 另外,詢問的時候 律師在場的權利 對於保障第五修正案的特權來說 亦是必不可小的 我們的目的在於 確保某一個人保持沉默 或選擇說話的權利 能夠在整個詢問的過程中 不受阻礙地得到貫徹 只有詢問者的告知 對保證沉默權的實現來說 其實是不夠的 控方律師他們自己也聲稱 只是告知被告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而沒有更多的幫助 只會益上那些慣犯和具有專門知識的人 就算被告自己請的律師 一開始就提供建議 亦會被秘密的詢問過程迅速地沖淡 所以為了保護第五修正案的 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那就不應該只是允許被詢問之前 由律師提供建議 而是應該允許詢問的時候律師在場 詢問的時候律師在場 還有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被告決定開口說話 那麼律師的幫助就可以減少這種不信任的危險 詢問的時候 律師在場可以制約刑訊逼供的行為 因為如果刑訊逼供的行為發生 那麼律師可以在法庭內作證 同一時間律師在場可以確保被告 向警察充分、準確地陳述 並且保證警察在審問的時候 正確地傳達這項陳述 在詢問之前 被詢問的人不需要提出請律師的要求 就算提出這個請求可以確保他在現實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但沒有提出請求也不構成對這個權利的放棄 只有在我們剛才所說過的告知員沉默權之後 只是存在仍可放棄這項權利的可能 因為那些不知道自己的權利的被告 他們根本上就不可能會提出請律師的要求 而且他們還要是最需要律師幫助的人 相應地我們認為為了保護第五條修正案的特權 某人在被詢問的時候 必須要被清楚地告知他和律師協商的權利 以及詢問的時候律師在場的權利 由於被告被告知他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他所說的話可能會成為反對他的證據 所以告訴他他有請律師幫助的權利 絕對是詢問的先決條件 被告已經知曉自己的權利 並不能取代警方的告知 只有在告知他有獲得請律師的權利 才能夠確保被告能夠充分地了解自己的權利 如果某人表明在詢問前他希望有律師的幫助 那麼當局就不能以他沒有能力聘請律師為理由 而去拒絕他的請求 被告人的經濟能力 和我們這裡所說的權利範圍並不存在甚麼關係 憲法所保障的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無論是貧窮的人還是富裕的人 他獲准請律師幫助的需要同樣存在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這些權利 只是授予給那些有能力聘請律師的人 那麼我們今天在做的決定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今天放在我們面前的個案 以及我們過往處理過的大量個案 都包括那些無能力聘請律師的人 當局在刑事司法的時候 不能忽視貧窮的被告 如果詢問的時候 律師在場的權利 只是授予給那些有能力聘請律師的人 而否定貧窮的人聘請律師的權利 那就不會得到任何邏輯和經驗的支持 為了充分保護被詢問者的權利 不僅有必要告知他有權聘請律師 而且應該告訴他 如果他聘請不起律師 將會被免費指定一名律師 如果沒有這項附加的告知 有關獲蠢聘請律師幫助的權利的告知 就通常會被理解為 只有當被告有律師或有能力聘請律師的時候 才有權與律師協商 如果不能告知那些 同一時間也是最經常會受到詢問的貧窮被告人 那麼他們擁有律師代表的權利 和這一整套有關獲得請律師的權利的告知 就是空洞的 所以之後將保持沉默的權利 和獲取請律師幫助的權利 清楚有效地告知貧窮被告人 他們才能夠真正地行使他 一旦有了告知 那麼下面的程序便很明顯 如果被告人在詢問之前 或詢問的過程中 以任何方式表明他希望保持沉默 那麼詢問便必須要停止 這個時候被告人已經顯露出 他試圖行使第五修正案的特權 在他主張沉默權之後獲得的任何陳述 只能夠是強迫或欺騙的產物 如果被告聲稱他希望有一個律師 那麼在他律師來到之前的詢問便必須要停止 被告應該有充分的機會和他的律師協商 而且在後來的詢問之中有律師代理 如果某人沒有律師 而且表明他在向警察開口說話之前 希望有一名律師 那麼他的這一項保持沉默的決定便應該得到尊重 如果沒有律師出現 警察繼續詢問而獲得的陳述 那麼在這個時候就要證明 被告人他明知你自敢放棄了自己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以及聘請或是被指定律師的權利 而且這個舉證的責任應該是交給控方的 聯邦最高法院在憲法性權利的放棄面前 設置了比較高的標準 例如在Johnson v. Cerberus 1938這案件中 我們重新確認這些標準 並且將他們適用於詢問的程序裡面 既然政府方建立了隔絕的詢問環境 並且是唯一掌握告知過程的證據的人 那麼舉證的責任自然就應該要由他來承擔 被告人願意陳述並不想請律師 這樣的明示可以構成對第五修正案的特權的放棄 但是有效的放棄並不能夠只是從被告被告知之後 從被告的沉默之中得出這個結論 亦都不能夠從最終得到的口供的事實裡面 得出這個結論 而且在詢問的時候 被告在主張沉默權之前自主地回答的某些問題 或者是所透露出來的部分信息 亦都不構成對這個特權的放棄 不管當局持有怎樣 關於被告人放棄權利的證據 長時間的詢問的事實 或者是在被告作出陳述之前 和外界隔絕監禁的事實 他本身就是強烈的證據 表明被告人並沒有有效地放棄自己的權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 被告最終作出陳述 亦足以說明 在審訊之中的強迫性氛圍對他產生了作用 而有關被告受到脅迫 又或者欺騙的任何證據 都能夠證明被告 並非自願地放棄了他自己的權利 那些直接坦白的陳述 和承認部分或是全部罪行的陳述 實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保護被告人避免以任何方式 被強迫自我歸罪 但是他並不區分被自我歸罪的程度 同樣道理 在自我歸罪的陳述 和那些只是聲稱無罪的陳述之間 亦都不存在差異 因為如果作出無罪陳述的被告 事實上真是無罪 那這個陳述當然也不會被控方使用 實際上被告只是聲稱自己無罪的陳述 經常在審判之中被用作彈劾他的證據 或是表明被告人在偵查詢問的過程中不誠實 同樣是隱含著他有罪的意思 因為這些陳述在任何的意義上 都具有自我歸罪性 如果沒有充分告知他的權利 並且有效地證明他放棄了他的權利 那這些證據都不能夠被使用 今日我們宣稱的原則是 那些被關押在看守所 或者是以其他任何實質性的方式被剝奪自由的人 在警察首次詢問他的時候 他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就必須要受到保護 正正在這點上 我們的對抗制刑事程序就開始了 這一點也跟那些採用 九問制訴訟的國家的刑事程序不一樣 在今日我們描繪的告知體系之下 或者在其他可能設計出有效的體制中 對這個特權建立的保護 必須發揮作用 我們的決定不是為了阻礙傳統上 警官在偵查犯罪時所發揮的作用 當一個人被基於合理的理由拘留的時候 警察當然可以通過實地調查的方式 獲取能夠在審判過程中使用來反對他的證據 這種偵查可能會包括對那些自由沒有受限制的人的調查 為發現犯罪的真實情況而進行的現場訪問 或者對居民的調查 在總體上 就不會受到我們今天所主張的原則所影響 作為一個負責的行為 市民提供相關的訊息可能有助於執法 在這時候 激押詢問的時候存在的強迫性氛圍就不一定存在了 在對待借助詢問獲取的陳述上面 我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令到所有自白的口供都不可接受 自白是執法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只要是自由和自願作出的陳述 沒有強迫性的影響 他當然可以被接納為證據 當某一個人被拘留的時候 項特權的根本性含義 並不在於在無告之權利和無律師幫助的情況下 被告人是否允許和警察談話 而是說這個時候警察可不可以詢問 當某一個人走入警察局 希望就自己的犯罪自白的時候 警察無必要阻止他 第五修正案並不禁止任何形式的自願性陳述 這種陳述的可接受性 亦不受我們所主張的原則所影響 總之我們認為當一個人被激押 或被當局採取任何其他實質性的方式 剝奪自由並詢問的時候 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就受到威脅 為了保護這項特權 那麼我們就必須採取程序性的保障措施 如果不採取其他有效的方式 來通知某一個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並且確保這項權利的實施 受到認真的保護 那麼他就需要採取下列的措施了 在被詢問之前他應該被告知 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他所說的任何說話 都會被用作法庭審判之中不利於他的證據 他有權請律師 如果他請不起律師 那麼如果他願意 在任何詢問開始之前 他可以被指定一名律師 在詢問的全過程 都應該提供行使這個權利的機會 在作出這些告知 並且提供相應的機會之後 一個人可以明知地 理智地放棄這些權利 亦可以自由回答問題 或者作出陳述 但是如果沒有告知 又或者在審判的過程中 控方未能證明被告放棄了這些權利 那麼由此詢問所得的任何證據 都不可以用來反對他 在本案的爭論之中 一個反反覆覆提出的論點就是 在審訊的過程中 社會的利益 重於個人的利益 這種觀點對法院來說並不陌生 我們上述所討論的全部內容都顯示 當面對政府權力的時候 憲法規定了個人的權利 他在第五修正案規定 一個人不可以被強迫成為反對自己的證人 這項權利不能被忽視 在這點上面 我們美國的一位著名法學家 已經指出一個國家的文明水準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用他執行刑法時候 所使用的方法去衡量 如果一個人希望行使這項權利 那麼他就有權這樣做 而不必要取決於當局 律師可以建議當事人 在他有機會調整這件案之前 不要跟警察說話 或者在警察詢問的時候 主張律師在場的權利 律師這樣做 只是在行使他們的職能 而不可以說他是對執法活動構成威脅 因為律師只不過是在做他們宣誓要做的事 也就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保護當事人的利益 在承擔項責任的時候 律師在我們憲法之下的刑事司法運作之中 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在宣稱這些原則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忽視執法官他們肩負的沉重負擔 尤其是在審判的情況之下 我們完全承認所有市民都有義務去幫助實施刑事法律 聯邦最高法院在保護個人權利的同時 亦都給予執法機構合法行使權力的充分自由 我們就詢問過程施加了一些限制 不應該成為干擾正常執法的不當因素 就如同我們已經指出的這樣 我們的決定 無論如何 都不是為了排除警察發揮傳統上的偵查職能 就算自白在某些定罪中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但亦都不能夠過於重視自白的作用 在我們討論的每一單案件中 不管已經有了多少不利於被告的證據 警察的詢問都持續了五天的時間 在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 一定程度上限制警察詢問時候的權力 所產生的危險實際上是被誇大了的 從1921年以來 英國法官的規則已經顯得很重要 而最近又有所加強 這個規則規定 一旦警察擁有合理懷疑的證據 證明被告人實施犯罪 那就應該在詢問之前 立即通知被告 至於詢問之前 告知的內容 跟我們今天確立的規則相比起來是類似的 另外 詢問的時候 被告擁有的那些和律師協商的權利 也都已經得到明確的認可 今天放開我們面前的這幾宗案件 非常具有代表性 它的爭議問題 亦都是多數案件中經常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探討第五修正案 和警察詢問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更多是從一般意義上進行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 去考慮這幾宗案件中 具體的事實情況 但從每一宗案件 我們都可以得出結論 從機壓詢問之中 獲得的被告人陳述 都不能夠滿足 保護反對自我規罪特權的 憲法標準 以上一段 就是首席大法官Warren 他所寫的論述 但我們之前說過 這宗案件 其實是九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是以五比四 以微弱的優勢作出裁決 所以另外那四個反對的法官 就以另一位 Clark大法官去執筆 寫了他的反對意見 他說 我不同意聯邦最高法院 就警察當前的偵查活動 和激壓性詢問的看法 在判決中提到的警察手冊 根本就沒有得到普遍的運用 而且在判例中 描述的警察刑事審訊的例子 只不過 在每年發生的千千萬萬的案件中 極為個別的釋放 與其運用第五修正案 確立的專斷性規則 不如遵循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 正當程序條款的彈性規定 因為正當程序的規定 被我們經常適用 它可以被用作保護 處於警察激壓狀態下的有效武器 採用這樣的一種方法 我們將不需要在黑暗中探索 亦不需要完全排除激壓詢問的傳統規則 事實上 關於警察激壓詢問的傳統規則 亦可能會保持個人權利 和與社會權利之間的合理平衡 除此之外 另外三位法官 哈林、Stuart和White三位大法官 亦不刪同 他們亦附上了他們的意見 在警察稿內 米蘭達被被告人指認出來 之後被兩名警察 單獨帶到詢問室內詢問 雖然在開始的時候 Mirenda否認了自己的犯罪 但過了沒多長時間 她已經作出很詳細的口頭自白 還簽署了一份承認犯罪的簡單聲明 所有的這一切 都在兩個小時內完成 而且也沒有任何強迫、威脅或有騙的因素 但按照本院在今天確立的新規則 Mirenda的這些口頭和書面的自白 都會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這句憲法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實在令人驚訝 實際上 Mirenda的自白 是兩個警察 在早上的時候 以簡單的詢問方式而獲得 並沒有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強迫行為 警察的詢問也有正當的目的 並沒有任何可以察覺到的不公正 但是按照本法院今天所持的公正概念 這些詢問和自白就並不能被接受 對此我們深表懷疑 按照今天最高法院多數法官的意見 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他在《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 這篇文章裡面所說的這樣 那這一項排除強制性自白的規則 只是在他誕生之後的一百年之後才變得成熟 但是他好像只能夠適用於包括自干法官 這些遇審的活動在內的司法程序 從來就沒有人認為憲法第五修正案包含的情形 包括禁止導致某人自我歸罪的全部壓力 但這並不是說在任何案件裡面 短期的監禁或接受制裁就是被許可的 政策和歷史可以就此握出明確的界限 但是認為任何的壓力都是對特權的侵犯 這是沒有先例可以遵循的 況且他也不能夠解釋 為何第五修正案禁止那些正當程序條款 許可的相對溫和的壓力 本法院認為一個人必須首先清楚地知道 第五修正案規定的權利 其實也是犯了類似的錯誤 就算本法院認為激壓狀態下的詢問 潛在感包含著強迫性的因素 但他仍然承認強制逮捕和拘留的時候 嫌疑人自動作出的陳述是可以被視作是致怨的 只是得出結論激壓詢問之中獲得的所有自白 都是強迫的產物很明顯是缺乏理性基礎 本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個規則的危害 毫無疑問法院的新規則 將阻止詢問極大減少被告人自白和有罪答辯的作出 因此會增加審判的數量 而且警察是基於可能的理由而去拘捕某一個人 他可能是無辜的 但如果是都要等到他的律師到場後才能夠詢問 那必定無法盡快釋放無罪的人 同一時間在一些有組織犯罪和重大的犯罪中 實施這個規則將會影響案件的順利偵查 而且本法院今天的決定並沒有準確地界定和考慮被告 處於拘押狀態的情形 例如被告的陳述是詢問的產物還是自動作出的? 被告是否有效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違反了這些規則詢問的結果又會怎樣等等? 我們不單要尊重被告的尊嚴 亦要保護社會裏其他人的人格尊嚴 反對自我規罪的特權所反映出來的價值不應該是單一的 整體安全之中的社會利益亦同等重要 這一段論證其實我覺得是相當精彩 你是能夠從法官的判詞和陳述裏 很清楚地了解到究竟這個規則是怎樣誕生 以及背後有甚麼邏輯在裏面 而且反對這個規則的法官也清楚地解釋了 這個規則可能潛在會帶來甚麼問題和有可能出現的漏洞 不過當然法庭是講結果的 聯邦法院最後以5比4的微弱多數作出裁決 認為警察在詢問Miranda之前 並沒有告知她有請律師的權利和律師在場的權利 侵犯了她享有反對強迫自我規罪的特權 所以由此得到的被告的陳述法庭不予接納 還有就是Miranda在書面陳述上簽名 並不構成她明知和理智地放棄 反對自我規罪的憲法性權利 所以最後法庭裁定 撤銷完審法院的所有有罪裁決 最後再簡單總結一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iranda v. Arizona 這宗案件的判決之中 以擁場的篇幅和嚴密的邏輯論證了幾點 第一,警察在審訊前應該告知疑犯她們享有哪些權利 第二,如果警察沒有告知這些權利 那會產生甚麼不利的後果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之中認為 警察在詢問Miranda之前 並沒有告知她有請律師的權利和律師在場的權利 所以就侵犯了她 享有反對強迫自我規罪的特權 由此也得到被告人的陳述是不能被法庭接納的 同一時間,聯邦最高法院和主張 當某一個人被羈押或是被當局 以任何其他實際方式剝奪自由 並且被詢問的時候 反對自我規罪的特權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為了保護這項特權 必須要採取一系列的程序性保障措施 發明了Miranda Wills的判例 一經公布之後 實際上是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在事實上 Miranda Wills的誕生本身存在很大的爭議 我們單單看看她5比4的微弱多數足以說明如何 但無論如何 因為美國憲法的傳統就是遵循先例 所以她是誕生了 而且是震動了美國的司法界 並且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有人批評說這個規則極大地降低了 執法機構的工作效率 對警察綁手綁腳 但大多數人仍是支持這個規則 認為她對於保護被詢問的人的合法權利 和消除警察的暴力有很多好處 所以不管是否適應 美國的警察最終還默認了這個規則 並且開始習慣性地在她們的衣袋裡 會帶一張印有Miranda Warning的卡片 確立Miranda Wills的意義主要是在於 她明確地規定了沉默權的告知程序 而且令到疑犯在被詢問之前 就能夠知曉自己享有沉默權 同一時間Miranda Wills 她還令到沉默權的適用時間大大推前了 被告人不再在審判的階段才享有沉默權 在偵查階段就能夠使用沉默權 Miranda Wills把特權帶入警察局 這件事也標誌著美國的沉默權制度 從審判的沉默權延伸到審訊的沉默權 這個規則在美國確立之後 很快就得到各級法院的維護 警察違反這個規則而獲得的口供 不再能夠在審判之中作為證據 而且警方根據口供所獲得的其他證物 一律也不能夠採用 所以其實沉默權這個制度 雖然並不是源自於美國 但就在美國發展到巔峰的狀態 Miranda Wills其實 還有一些適用具體的事項 例如說對疑犯 他必須正在處於被激壓的狀態 另一方面警察必須在詢問他 這裏面激壓這兩個字很重要 只限於逮捕性的激壓 並不包括一般違反交通規則 警察給罰單給傳票 或者現場釋放的情況是不算的 亦都不包括基於合理的懷疑 而進行的簡單的實地調查 亦都不包括只是在警察局裡 盤問一下未被拘捕的疑犯 這些情況 一個疑犯 他為何會被激壓 其實是不重要的 但是一旦這個疑犯 例如換了另一個不同的執犯機構去詢問 亦都需要率先使用Mirenda Warning 就算這個疑犯他在服刑 而詢問的內容 涉及到另一個完全不相關的罪行 亦都需要使用Mirenda Warning 詢問這個詞 我們亦都要細心去拆解 甚麼叫詢問呢 因為是指對疑犯提出 與他的犯罪有關的問題 除此之外 叫疑犯自然地陳述 或以非直接的方式 試圖在疑犯獲取信息的行為 亦都屬於詢問 例如有兩個警察 故意令到這個疑犯 聽到其他人的談話 用來獲取他的反應 亦都算是詢問 在通常的情況下 未經警察授權的私人詢問 是不需要Mirenda Warning 但在少數情況之下 就算不是由警察去詢問 亦都要有Warning 例如警察要求利用測方的疑犯 去測方或做一些精神病測試 在此刻 都要使用Mirenda Warning 那這個Mirenda Warning 是否可以放棄的呢 我不要這個權利 可以嗎 是可以的 但疑犯必須對這個權利的放棄 是明知的 即是知道的 甚麼意思呢 即是要求疑犯 他在作出放棄的這個決定之前 對他享有的權利 必須被正確地告知過 法院亦都一律要求警察 應該能夠證明自己 正確地履行了 應該告知的這個義務 不能夠去推定這個疑犯 他明知自己 享有Mirenda Warning 但他就是要告訴你 不可以是這樣的 除了是knowing 明知之外 第二個必要的因素就是 疑犯必須是理智的 Intelligent 亦即是說這個疑犯 要對他享有的權利 應該是具備基本的理解能力 如果當疑犯 他是未成年人 或者是智力比較遲鈍 或者是處於極端的醉酒狀態 那他能不能夠充分理解呢 這一點就必須要被證明了 同一時間 疑犯對於權利的放棄 不能夠是基於引誘 或者是受到脅迫的結果 第三個因素就是這個疑犯 疑犯必須對這個權利的放棄 是出於自願的 絕對不能夠是出於強迫 那什麼叫做自願呢 其實是很難界定的 一般來說 警察不能夠採取一些強制的手段 去換取疑犯放棄他自己的權利 這裏所說的強制 既包括直接的暴力 亦都包括不讓他吃飯 不讓他睡覺 這些變相的辱役 除此之外 法庭還應該是考慮 在審訊的時候的全部的環境 用這些環境來判斷 這個疑犯的自白是否基於自願 如果這個疑犯錯誤被許諾 會降低你的指控 會寬大和從輕處理 以換取這個疑犯的自白做法 實際上亦都是不被認可的 而一些謊言和半生半解的說話 有時是可以允許的 例如警察沒有必要告訴這個疑犯 反正正在被調查的所有犯罪情況 亦都沒有必要告訴他 另外的疑犯或某某 已經被安排和律師會面 總之如果你要放棄Marenda Rule 你就必須同時符合上述的這三個條件 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在於 要去平衡警察和被告之間的 那種很懸殊的力量 因為疑犯是處於弱者的地位 而警察應該去保護他的正當權利 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那這個規則在司法實踐上是怎樣用的呢 我們剛才說過Marenda Warning中有一句說話 就是你所作的證供 將會在法庭上成為反對你的證據 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放棄了這個Marenda Rules 那你所作出的陳述就會在審判的時候指控你了 當然如果證明這種自白坦白重寬其實是出於被迫的 那法庭就會啟用Harmless Error Rule 也就是無害過錯規則去決定是否要推翻原來的有罪判決 那這個Marenda Warning是否只說一次就夠呢 按道理來說聯邦最高法院並沒有要求 每次詢問開始都要說一次Marenda Warning 但是當這個疑犯或被告忘記了他的權利的時候 那你應該再次告訴他 而同一時間如果這個疑犯第一次作出的自白 如果是強制作出的 那他以後每一次的自白都會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這個Marenda Warning還有一些例外的適用情況 但凡是例外的適用情況 不可以籠統地說其他例外的適用情況 你一定要明確說明什麼情況之下叫做例外 而且這個例外的適用程度是怎樣呢 都一定要來定清楚 否則這個規則就會變成無限擴大這個規則 或者輪為削弱這個規則的條款 有三種情況之下 Marenda Warning是有例外的 第一種情況就是對疑犯的登記 例如他想問疑犯有關的姓名、地址、出生的日期 和其他個人的情況 去問這些事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需要Marenda Warning 但如果這些詢問是涉及到疑犯的罪行調查的時候 那你就應該要進行Marenda Warning 第二種情況就是Public Safety的例外 例如是為了防止無辜者免受傷害 直接詢問疑犯的槍在哪裡 這類防止緊急損害發生的情況 是有機會不需要用Marenda Warning 第三種情況就是搶救的例外 例如在綁架案裡面 警察在拘捕人的時候 發現受害者不在現場 為了找回這個受害者 挽救他的生命 及時能夠知道這個人的下落 警方無需事先作出Marenda Warning 以上就是Marenda Wills她的前世今生 以及她的一些基本規則 今集的內容也是我近期 剛剛突發期想想出來 想著跟大家去分享一個新的範疇的節目 如果大家覺得這一類的 有空講一些判例 講一些案例 了解一下這些案例背後的法律原理 以及一些法律上的精神 如果你們有這麼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有時間做這一類的節目 OK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覺得本手的資訊幫到你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按下鈴鐺 加入會員頻道 或者使用超級感謝 贊助我的製作 我是仇佑斯華不對的 明天會再見 拜拜